兩位好 陳磊雙鳥 心情如何? 原來我竟然是拿唱作人最激動的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正如我台上所說 創作人這個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 可能是我成為歌手一個很重要的肯定和價值 笑什麼? 笑你嗎? 她很成分 我說真的 而且也很理性地 我幻想過如果我真的有機會拿其他個人獎項的金 其實我是要唱歌的 所以其實是 我覺得我想唱好一首歌的那份理性 絕對是壓過了我所有的情感 所以那一刻我只是上到台 我就想說 講完之後我就要想她究竟會起哪一首歌 然後就要在那裡想 接下下來要平復心情去唱 因為其實很多歌手上到台 可能是MC除外 但會被太過亢奮的情緒影響到唱歌 今天你的衣服上是否特地放兩面 都是鼓頭很實 唱得很辛苦 沒錯 那些是專門的放鬆自由 沒有束縛即刻是嗎? 沒有束縛 但是呢 少少鬆 所以呢 我就變了中途要不斷掩著 還有我發覺很多時候我用力很容易會寒一杯 一寒一杯我就會走光 所以呢 現在還拿捏著每一年想叱測有機會唱歌的話 究竟怎樣的衣服才是又漂亮又舒服呢? 是 問最後一首《窮人的場味》的音樂很難唱 是呀 我一聽到他起這首歌 但是我也很感恩他起《窮人的場味》 不是起我另一首歌叫《青年危機》 《青年危機》是我所有歌最難唱的 我多謝上台 沒有太遙遠了 太遙遠了 對我來說 都是自尊歌曲 我已經很滿足了 真的 其實我每一次都很希望拿一些能夠上台唱歌的歌 所以我每一次都是 沒有東西 怎麼看著我沒有 真的沒有 好啊 我 就是希望這 今年和上年我第一次想叱測唱歌 就是這兩年累積了一些經驗 希望我以後有機會想叱測唱歌 可以唱得更好一點 會怎麼慶祝啊? 浩哥 拿了這麼多獎 我想先吃了個竹 不是 聽說會請全公司人先吃飯 就是華納西 是呀 是呀 教不在這裡 我先搭入女角色 不是 有帶食蛋 每餐都是帶 是呀 你想吃雞蛋 不是 那當然是你先 先是Dear Jane 接著是你的餐 接著是我的餐 實實沒問題 當然 所以你們 Dear Jane請吃下午 你請吃夜晚 我請吃甜品 那你不就很划算 很划算 我告訴你我吃甜品 認識得很久 前輩 你不要 前輩的背份重一點 是的 那今次這樣 是不是在台南都很緊張 嘩 我真的超級緊張 尤其是 因為 本身公司都有幫我留意著 每一首歌是AirPlay 當初我沒有遇到 小一會拿獎 所以其實 當時坐在台下 那就是 都是以一個 聽一下 看看幾個歌手的心態 所以我就 剛好我們座位下 是有一包喉糖 是 我就不停在吃那包喉糖 誰知道突然之間 叫我上去拿獎 那我就很緊張 因為第一 我真的沒有準備好 我真的沒有想過 我是很驚喜 其實 上去講完得獎感受的時候 跟著一顆喉糖做在這裡 所以一開始唱 就掉了 因為我嘗試一邊唱 一邊咬爛 那顆 因為是硬的喉糖 咬爛一顆喉糖 然後用最短的時間 吞了一顆喉糖 如果你細膩一點 慢慢看 你會看到我咬的動作 吞的動作 我還怕咬 會太大聲 會入到咪 所以我小小力去咬 我想知道一開始 你還沒咬的時候 他放在哪裡 他就在嘴裡 就是 就是 我當下想 當下想不到 誰幫他摺 當下想不到 當下 當下太多東西太突然 就是我太意外 自己會拿到十大 還有 對 是咯 如果他在地上新聞的那個 交題會差很多 但他已經上了 我已經 是嗎 今天上了什麼 表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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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正要的名次低 你要上高一點 快早上 是啊 但沒想過這麼早又上高 又不是的 小心地說 上年都是上年第一首排頭高來的 是咯 都有一個好的成績 歌曲想驚訝嗎 還是你今年再進步 拿銀行的 蛤 歌曲想驚訝嗎 還是 我反而覺得 男歌手 比較驚訝 是啊 因為 我很相信 Wyman分治 他說世一就是世一 滿意的 今天 滿意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晚安